我們雷煞有席要不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原住民的名字非常非常特別喔 這個通常是怎麼樣來辨識你們這樣的名字 順便機會教育一下 我的名字叫雷煞 我父親叫有席 然後我的全名就是雷煞有席 他有意思的嗎 那要問我們的祖先 OK 所以你屬於哪一族的 泰雅 泰雅族 其實在我們桃園 復興鄉那邊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嗎 我就是復興鄉的朋友 好來給我們這位我們復興鄉 來自我們復興鄉 我們非常可愛的我們蕾煞 蕾煞這是名字嘛對不對 蕾煞所帶來的非常精彩的在加入聲樂家的部分 而且其實這首歌曲 我覺得很有意思耶 這首歌曲應該算台詞的吧 對啊 所以說您在學聲樂的時候其實是跨領域的不管什麼語言的都會 那有沒有您可以講一下那個泰雅族語講說武安怎麼講跟大家問候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請我父親跟他 哈哈哈哈 OK 不過其實他已經是很厲害了 因為他接下來要演奏的這個聲樂的部分是用台語喔 用台語來跟大家演奏這首曲子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啦 聽都一定聽過不一定會唱 但是聽都一定會聽對不對 尤其他是非常有 應該說是跟我們民俗之間的這個傳統非常結合 很多人可能大家現在都是流行就是A35好友聚在一起啊 喝點酒啊 然後甘杯啦 有沒有 背叠五湯七金魚啊 這首歌大家很熟悉的喔 喔喔看到了 欸有阿嬤的鼓掌啊 喔對對這首歌曲好聽 好來我們熱情的掌聲來歡迎這首 背叠五湯七金魚 來 стран啦 阿嬤的菱林亞 阿嬤的菱林亞 嘘囉 阿嬤老闆 掌聲 阿嬤的 reguli neighbours 啊 您吶 我的口味照記載 心情溫存哪有無套 等太好是咱的天 水了去啦 我會對你 堂七雞 來一唱歌劇佳喔 不簡單不簡單 好嘞 聽一首一定不過癮對不對 接唱了嘉明 還有想不想再聽一首 安可 安可 哇喔 你看看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請教一下我們這個蕾煞一下喔 就是據說原住民朋友喝了酒之後歌聲會更好 有這樣子嗎 我不是很確定 不是很確定 因為你今天還沒喝醉 要宣導一下我剛剛喝的不是酒 但是那個喝酒的架勢演得很像 很像在喝酒 對 一定要演 但是也跟大家 因為我自己開車所以說 如果是沒有開車的場合 我會喝真的酒 它應該是有幫助的 哇 唱歌真的是有幫助對不對 真的有一些人也會這樣覺得 真的有一些人也會這樣覺得 有時候喝點酒然後歌喉會 歌聲比較容易打開來 但是真的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我們還是要宣導一下 好來 繼續 大家都說安可安可啦 所以一定要再來一首 所以我們這個張宏妮老師 非常窩心 繼續安排的這首 世界名曲 Oh solo沒有 很多的人 非常熟悉曲子對不對 對不對 磊莎老師 我們張老師說 一定要請你來介紹一下 當然可以 OK 來 請說 好 OK 來 我們這個 磊莎要做很特別的開場 他待會兒呢 先來介紹一下 O Solomio這首曲目之後呢 然後就直接的做現場的演奏 好 所以我們現在 現場的嘉賓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 社會家磊莎 以及我們張宏妮老師所帶領的 龍潭愛樂館弦樂團 因為龍潭應該是說 桃園各地可能有遊客嘛 這一首是一首意大利文歌曲 那可能大家會因為語言的關係聽不懂 但是他聽起來就是很熱情的一首歌 在歌詞的含義裡面 大概簡短的說一下 他就是在拿坡里地方 有很很炙熱的艷陽 然後就在形容在這樣的氣氛底下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二段的歌詞 到了夜幕低垂的時候 星星月亮 就好像我們現在慢慢的月亮 剛才站在這個位置看到戲很漂亮 就是像這樣的情境 然後一樣也是蟲鳴鳥叫啊 把景色形容得非常的貼切 那主要的歌詞就是我的太陽 謝謝